马尾海太美了太好了 马尾海吧就是也是比较熟的都市 人比较熟 看海之后呢去吃个海鲜啦 来来来来来来来 马头的海鲜比较准备多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吧 然后那个吃也比较新鲜 想吃的话就是像这种老边来吃 这个地道的违海的味道 吃了能有四五年了 地道的违海本地人在这吃个朋友呢 有家畅的味道 吃了之后有妈妈的味道 尝尝这儿的大鱼饺子 海鲜包子 还有各种的海鲜 和这个地道的违海鲜肉粮 高高的别人来 大家好 我是高老庄酒馆的老板 我叫高伟 我一般的是在饭店里管理后厨 加上海购 炒菜 紧张 在店里也炒炒菜 我是柳燕 是高老庄老板娘 在饭店里主要就是负责方方面面的 像是那个招待客人呢 然后点菜呀 然后那个蒸包子 包包子 打包包子 好吃是炸的好吃 这菜股别是新鲜的这菜股 要不是先点那百个菜股 你用这个黑色的鸡笼炒这个鱿鱼也好吃 然后我来自己洗脚去讲饭 早点吃饭 辛苦了 我今天晚上早就不早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海产品 它叫那个海拽瓶 我们通常喜欢拿来炒豆芽 或者是拌白菜心 它的口感是很脆的 高老庄就是因为老公姓高 然后再就是大家比较容易记住 高老庄这个名字好像一听的话 不容易忘 容易记住 最早的时候就是15年开始做饭店 我们一开始的就是做包子 最早的时候我们还做那个发面包子 当时也是很受欢迎 包子啊炒菜我们都有 就是我们就是蒸开眼就得干活 要做好品质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坚持这个包子 现包现蒸 现下单现蒸包子 所以外卖适合来经常是要本餐 现在的话就是品类比较多 海参包子呀海茶包子呀 包括大茶包子我们做的也特别好 但是海菜包子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 然后本地人都喜欢吃 然后海菜的依然是很受欢迎啊 海菜就是威海老百姓都很认可的一种海里的菜 它就是自带鲜味 我们威海人向来就是提倡吃那个花生油 这个花生油香 花生油它那个香度一开始它就很香 但是它是始终持续就是这么个味儿 然后做菜呀做包子的口感都很好 然后海参包子的用料用的也比较讲究 海参的话我们肯定是选品质好的 双挡弯的海参品质就很好 像是我们里面会放大虾 然后瘦肉 只能用那个猪厚肘的瘦肉 而且要把肥肉肉筋的部分都剔掉 我们一天是十个包子 我们多的时候一天是卖四百来天包子 海菜包子的味道呢就是一个字鲜嘛 因为在海里的海菜嘛 然后它包出来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鲜美 鲜嘛 这鲜 鲜美 不好吃也不会吃 好吃才会吃 全部都是用这个花生油炒的 做出来这个口味和这种的豆油 或者其他特质油 完全就是两个味道 因为我们威海吃的话 大部分都是花生油做的 就是自己家里 所以说做出来的它很家常 也很符合我们就是本地的口味 做起来吃起来就特别好 我就是一直没变过这个味 传承的老手爷 传承我来的一直没变过 传承的老手爷 大概十多年一直没变过 每次都带着我的脑袋 店主持在 Obrig方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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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hoffe 高老庄这里我递的你的一道菜就是鱼锅饼 嗯 这么充值然后再 这个饼子一定要干个鱼汤吃 才能体现出这个菜的这个味道 这道菜啊这两个好吃 不叫鱼锅饼的 一般的本地人来说鱼锅饼就是小大鱼 就是小大鱼就是有应该是外海本地这个 小船打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晓得这个马鱼锅中 鱼锡 只能出去一到两个周 或者更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小船基本上 当天晚上出去 所以第二天 下午就回来 就要出去 回来的时候 还有活鱼 活鞋 活螃蟹 我们这样一盘 就是加门小达鱼 通常会就是 四到六种 不同种类的鱼 把鱼杀完了以后 可以清理完了以后 打上花刀 先给它焯一下水 葱姜蒜包往锅以后 不用凉水 直接倒上开水 水沸腾了 把那个杂质都捞起来 就是鱼直接下锅 你把鱼倒到开水里的时候 你就要贴饼 然后收瘦汁 把鱼的这个汁水 粘稠了以后 就是一般鱼好了 饼子也熟了 主要是涂出鱼的香味 我们讲究一般的是 鱼一般都是双树 不要是单树 鱼的摆放 然后上桌的时候 我们就是讲究一个 就是左头右尾 渡潮礼 就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这家做得非常好 就是有那种鱼肠的味道 就感觉吃一口尝一尝 就是渭海这边 地区就是独特的这种鲜 然后不会掺杂太多的调料 所以说鱼的本质的味道 然后这个鱼锅饼 就是配这个汤汁 有鱼的本质的味道 然后这个外酥里嫩 完了这个鱼本身 吃到嘴里的话 如果很新鲜 会很吸引那里 然后这个东西是 你嘴咬下去 就可以自己判断出来 这个鱼新鲜不新鲜的 最终要看这个鱼齐 这些鲜下的都理起来了 不新鲜的就是爬下去了 这个菜如果 不管是从品相 还是从口味上不好的话 我都不会上桌 要不我都给你嚼个车 你跟着一点儿 你自己也倒架 你慢点儿 我老公起来得更早 我老公经常就是早上四点 三四点就起来去批发市场 去批发菜 去买菜 然后干一天活下来 然后晚上到九十点钟 还陪我儿子在做手工 这更厉害的 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像是 陪孩子时间确实是少 不能像其他那个 爸妈妈那样 就领着孩子去到处玩 但是对我儿子来说 他的成长 我们从来没缺席过 我爱你 爸爸的爱真的是 无奖 就是开了饭店以后 觉得客人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个看着心意走 人来人往 但是自己的朋友 越来越少 朋友叫你 哎 哥们 今天炒完菜 喝两杯吧 哎 兄弟不行了 后面还有两桌等着我呢 或许就是奋斗的时候 都要经过这一段吧 应该是 大哥那个工作性质可高了 总喜欢那个 在厨房干活 总喜欢会唱两句 我是完全是为了减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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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